我是去年十月份去日本守护留学的金瑞秋 今天又有我给大家来说一下 就是去日本之前应该怎么做准备 或者是准备些什么 然后去到日本呢 要注意些什么 哎呀不对 这好奇怪啊 这口音 好 然后我想了一下 应该是现在大多数是四月生要走了嘛 所以就列了个单子 看了一下是要准备些什么 其实最主要的吧 我觉得你们在小孩老师这儿 把那个程序弄完了之后 就收拾行李吧 收拾行李的话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 钱 现金 一个是现金 因为去到那边的话 虽然说就是 你们觉得什么支付宝啊 那些啊 什么微信啊 在东京或者大阪也许可以 但是去点稍微偏一点点的地方 就真的不能使 现金的话会用的更多 比如说你交房租啊 你都是得用现金 所以现金的话 请准备大概三个月的生活费 现金 然后准备一张 准备银行卡 银行卡的话 也是一张是储蓄卡 一张是信用卡 储蓄卡的话 要准备一张那种 就没有必要一定是四大行的 那个储蓄卡 可以准备一张 发卡行在境外取款的时候 不收手续费的那种银行卡 之前我记得 小花老师公众号里面 有发过这样的那个文章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三万块钱现金够不够 你说的是人民币吗 还是日币啊 三万块钱日币的话 是多少来着 应该够了吧 三万块钱 差不多 差不多是三个月的 那个生活费了 但是如果你要是去东京的话 你要是宽算一点 稍微贷多一点 我看那个差不多 有些去东京的 都是贷60万日币 70万日币过去的 就可以稍微贷多一点 因为你第一个月的话 交房租 还有头期的话 就会花掉很多钱 还有啥 好 接着下面讲 那个信用卡 因为银行卡 一张是储蓄卡 然后一张就是信用卡 信用卡的话 要办一张那种 呃 外币卡 就是一个是Visa 或者是万事达 GCB其实也可以判 但是那个GCB的那个卡呢 没有Visa和万事达的好用 有些地方就是能刷Visa 能刷那个万事达 但是不能刷GCB 这是很迷的一个一个事情 然后我不用教了老师 教协姐姐好了 我还称不上老师的 哎呀妈呀 好 然后我问了一下 我周边的小伙伴 就是他们觉得带着去日本 带对了的东西和最后悔带的东西 都是吃的 就是你想吃 你最喜欢吃的什么东西 然后还可以带过去的 一定得带过去 因为很有可能 那个一般的同学嘛 去到那边一看 那个价格太贵的话 就觉得算了算了 我省点钱不买了 然后就会舍不得买 但你带过去的话 就是可以解馋 然后一个是你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还有个就是那个 火锅底料 火锅底料很重要 特别是喜欢吃辣的那个同学 一定得带那个火锅底料 如果不带的话 去到那边 真的 第一个星期 挺好吃的 日本料理 到第二个星期 这什么贵 我不想吃了 第三个星期 我的嘴巴里面 真的要淡出鸟来的那种感觉 当时我没听到 就这样 有万事达卡 但听说 听说GCB可以直接 就我说的是信用卡 信用卡的话 你就弄一张Visa 或者是一张万事达 当然你弄那个GCB也可以 只不过我用下来的感受 是GCB的卡 并能刷的范围 没有Visa和万事达的多 我眼睛都顿上 对上 好 不吃了 比较划算 不晓得 是不是 现在帮助管 你真的不知道带 对 那个肉真的 肉真的别带 我等会会说 然后这个吃的 还有各种调料 像我自己的话 就是带了火锅底料 因为我爱吃辣 然后我带了火锅底料 然后带了各种调料 包括什么 重庆小面的料啊 什么水煮肉片的料啊 然后那个香 各种干锅的料 就带着你怎么炒 都好吃 寻思办GCB 别办那个GCB 真的那个万事达Visa 就好了 上海独赛已经西湾 没有辣椒了 可以可以 我是没有辣椒 是活不下去的 然后电话 电话卡 就是我们先去那边的时候 就头几天嘛 你可能还办不了 那个电话卡 所以你要需要在淘宝上买 就是那种 那那种卡 翻给你们看 我今天还好 有带那个 有弄了一个那个图片 我们把这个 看能不能挪上去 一包 往上走嘞 好嘞 这个 就这种 这种卡 就淘宝上可以搜得到 就这种达摩卡 什么七天的 十四天的 一般七天就够了 就买一张这个卡 流量卡 去到那边的话 你跟家里头也好 也好联系 就先过去的时候 你还办不了电话卡 首先 先弄一张这种 这种卡 先用着 我这也是GCB 都办了 境外游游用的卡 我是全部的都办了 反正GCB 也不太用得着 好 然后 然后就一个是那个达摩卡 你办了之后 你去到那边 就是在那边办电话卡之前 就先用那个卡 那个流量卡 每天你可以什么 就是 要Google什么东西 上网搜什么东西 微信 那些都可以用得到 然后等你之后 在日本办的 那个电话卡的时候 然后再 再用那个 那个电话卡 请问怎么支付 汇率最划算 这怎么说呢 日币 日币支付 你还是看当时的汇率 如果是当时汇率好的话 肯定日币支付更好 如果汇率不怎么好的话 其实差别不太大 差别不太大 就是你是美元结算 还是用日币结算的话 差别都不是很大 所以就不用担心 听说GVDA 买东西 百分之二十还 没听说呢 没有没有听说 我没有听说这个 但是招商银行 GCB的卡 在全家消费的话 是有一个百分之十八的 那个优惠 然后像那个建行的 Muse卡 你们跟 之后可以去搜一下 就是建行的那个Muse卡的话 是比比反 百分之十吗 好像是那个 那个可以看一下 但是好像办那个有门槛 有些会办不下来 要换新手机吗 看你自己 你要是自己想换 换一个那个什么iPhone啊 之类的 去那边 你去办那个电话卡 就是办那个 玉三家他们家的那个电话卡 就 它就会连着那个 那个叫什么 手机一起的 百分 GCB挺方便的 我看 给你们看这个 这后头会讲 我后头再讲这个电话卡 哎呀 我这机器好乱呢 不能这样 我一定要稳住 我看 一个是达姆卡 然后再一个就是 要记得就是 去之前 你要准备点应急药物 包括什么感冒药啊 腹泻的药啊 然后还有 你平常可能会用得到的一些药 就记得要带上 然后 在国内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自己手机上下载好那个 Google地图 Google地图 还有一个换成案内 换成案内的话 我看 我翻一下给你们看 是装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今天有点问 大家多包含好 多包含 多包含 看住 往上 这个 就这两个 这两个APP 就是你在国内手机里头 就把它下好了 有没有同学那种 流行群啊 那个就交给小哈老师了 你们到时候看一下那个 这 这两个APP 记得要下 因为你到时候 到了那的时候 你万一找不到路 怎么办 就靠他们俩了 坐车找路 就靠他们俩了 而且讲的这个 像这个 换成案内 他讲的非常详细 从哪到哪 要花多少钱 都讲的很详细 处方药可以带吗 好像没有限制吧 我过的时候 几乎没怎么检查过 几乎没怎么检查过 好 我又切换一下镜头 今天有可能会平凡的 切换镜头 我想的是要准备 那个图片 你们好知道 那个东西是什么 不然 这光说的话 我怕你们心里头 不知道那个东西 是什么鬼 除了药物 下来APP 然后就是准备几张照片 你过去的话 进学 包括你考那个 日流考的时候 报名也需要照片 照片的话 准备三乘四的那种照片 就不要乱弄那种照片 就是三乘四 三乘四 然后一定记得 要背一个 那个高清版的电子版 像我之前 我报那个 前两天吧 报那个EGU的时候 就是我原本有个电子版 但那个电子版的话 像素不够 我那个才有五百多 五百多乘五百多 就像素不够 它要求是六百四乘于六百四 就不够 你就 后来只能手机自拍了一个 所以大家如果 那个在国内照一项的话 记得留一个高清版的 电子版的照片 最好是七百乘七百以上的 厨房药可以带 厨房药这个我不确定 过敏药可以带 三乘咒 应该没问题 我觉得那个药 我几乎 我过去的时候 就没查过 包 除非是那个 被那个狗狗嗅了之后 狗狗嗅了之后 它才会 要求你 那个打开心理箱 再检查 一般没有那么检查的 那么仔细的 不看 然后再一个 就是记得在那个 在小花老师 他们这半晚都学着 就是下了再留 小花老师 他都会给大家 替那个资格外 资格外活动许可 就那张 那张纸上 记得签好字 然后过关的时候 把它一起交给那个 如果审查的那个人 你就去到那边 一下地就可以 就可以打工了 因为有些学校 他们是要规定 就是三个月之内 是不允许打工的 然后他就不给你 办那个东西 他要等到三 满三个月之后 才会带你去办那个东西 你那个时候才能打 就有了那张许可 你才能打 看还有什么 还有书 你准备行李的时候 一定记得带书 因为那边书 真的好贵 像我们去那边学嘛 我当时是 是在日本入境的时候 对 是在日本入境的时候教 然后我当时 是零基础过去嘛 我们分班就分 分在那个初级班 然后买那个 大家日本语那本书 一本就两千西日币 哇 两千西日币 你就除以十六 就知道那个是多少价格了 就都国内购 我买一套书了 就很贵 包括你们要考什么 N1的 N 大家都是要考N1嘛 N1的 然后那个什么 EGU的那些参考书 不是国内也可以买到吗 就能国内买到的 就在国内买好了 带过去 当然如果是带电子版的话 更方便 像我的话就是 女人带电子版 不然太重了 那书真的很重 再一个就是 出行之前 文件材料 包括这个 入学许可的原件 然后再留资格认定书的原件 包括你像 读完本科要读 去那边读修士的同学的话 你记得带上你的那个 毕业证 和学士学位证的原件 因为去到那边 你那个出院的时候 他们是要出一个证明 出证明的话 是学校规定的 哪个机构 你拿原件 给他去 开一个那个证明 专业诗 我的妈呀 你那个书也太重了 50公斤 我天 那不得背死了 你看能不能找那个 能不能找电子版的 我觉得带电子版也好一点 如果是找那个专业书的话 好像是在超新上面 有些专业书是可以找到的 包括 就你在网上找找 或者是在那个淘宝上 找那种 专门帮人找PDF书的那种 也可以 让他给你找找 这个是在去日本之前 你们需要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几个东西 到了日本之后 重点讲一下 到了日本之后 就是你那天 心情非常激动的 要到日本了 下了飞机 那激动的一刻 就会有点紧张 我当时到那的时候 我是到大阪 大阪的那个关系机场 一脸懵 就面无表情的 往前走 就跟着人群走 就慢慢的走 好 现在就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 我看 我把照片给你们翻出来 它那个过程是这样的 就是你下了飞机之后 先坐那个交通车 就是大家说的问题 我等会再回答 我先把今天要讲的 不然我又想上次影响 又飞了 我把那个翻出来给大家看 一下镜头 够了 哎呀 这个大家就是下了飞机之后 会成一个 类似于那个我们地铁的那种 只不过它是在地面上的 这种交通车 交通车乘的话 就乘这个交通车过去之后呢 会到那个 叫什么来着 到那个 海关他们所在的大楼 先乘这个交通车 就反正跟着人群走 你不会走错的 这个 先乘这个交通车 然后交通车 慢慢的就跟到这个 这个地方一般是简易 像我是走的是关西机场 那简易的话 你就顺着人流走 然后过去之后 人家怎么说 你就照着做就OK了 一般这个简易的话 就测一下你那个 体温有没有问题啊 那些的 然后 这个是要 我们进去的时候 填上这个卡 入境卡 据说这个是 今年新版的 1919年新版的这个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你不会填也没关系 因为那个地方的话 对成田也是这样的 就是他拿给你什么样的 你就拿那个填就行了 如果不会填 那个肯定是有 会中文的工作人员 你直接问他就可以了 这个是一个证明 那个入境卡的证明 这个是一个反面 好像只是改了一下 只是改了个别的内容 然后填了这张卡呢 就拿上这个入境卡 就到这个了 一般到了这个地方 你就把你那个 资格外活动许可 是叫这个名字吗 就是打工的那张纸 允许你打工的那张申请纸 还有那个刚刚入境卡 包括护照那些 他要你给什么 你就给什么 就给他 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拿到你的那个 再留卡 然后如果是日语不太好的同学 你可以说英语 我就是靠英语过来的 然后这个地方 他还会要求你 那个书指纹 他好像是两只手都 都要那个 都要按 两只手都要按 都是食指 好的 这个地方可能会耽搁 很长一段时间 像我那天 那一次的话 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左右 又很慢 我是下午五点钟 日本的时间五点钟到的 都差不多等了一个小时六点钟 才出去 这个地方弄完了的话 就会你得到一张这个 再留卡 然后重点看一下这个地方 就是你们交了那张许可的之后 他会在后面盖个章 就有个这个东西 就告诉你 那个可以 可以允许你打工了 打工了 然后是一个星期 只能打28小时 不能抄 我也提倡大家不要抄啊 抄的话那个身体很累 你就这张卡一定要收好 然后看之后 之后出来的话 就是刚刚那个小哥哥 也不是大叔 见完那个大叔 拿到你再留卡之后 就去取你的行李 取完行李呢 你需要填一下这张申报单 有点画质有点扎哈 大家原谅 这个填这个申报单的话 也是有中文版的 你到时候照着填就行了 反正没什么难度的 然后填完这张的话 就差不多就到那个 有狗狗 就机场会有那种狗狗 来秀你的那个行李箱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 别带肉 奉劝你们别带肉 这个就是我要告诉你们 千万别带肉 最近才出来的这个政策 你看一下 你带肉被逮的话 就以100万日元以下罚款 或者是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这个还是很重的 最近抓得很严 据说是上个月 有个那个中国阿姨 就是带着肉过去嘛 结果就被罚了 然后 好了 又过来 移过来 请看我的脸 又把镜头移过来 看我的脸 稍等一下 我把这挑一下 这个就是你那个 入境的时候可能会这样 就交完那个单子 狗狗秀完你的行李箱 狗狗秀完你的行李箱的话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你就拉着行李箱 往前走 直到看到工作人员的时候 他让你停下来 你就停下来 他让你干啥就干啥 就是这样的 然后过完这一关 你就出机场了 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可能自己搭车 回宿舍 或者去学校 或者学校的人来经理 都 就差不多就这样 然后再一个就是 你到了日本之后 你住的地方 和你上学的地方 一定要先去熟悉一下 你的环境 特别像住的地方的话 你要看一下周围 你就走路 就走路 那一天就走路 走路的话 去看周围有什么超市啊 有没有医院 有没有公园 然后有没有那个 邮政局啊 这些的 就是各种什么 公宾 便利店 有没有便利店 都熟悉一下 你周围的环境 去看一下晚上 特别是晚上的话 注意一下 有没有路灯 人多不多 安不安全 有没有那种桥洞 都得看一下 然后你去上学的 要坐的电车 那个电车的时刻表 我建议大家可以照个照片 存在手机里头 就随时 有些时候可以查一下 你赶电车 几点钟赶 因为他那边的电车 很准时的 像我去到那边的话 就是对于女不好的同学 我有个小建议 就是那种 你要是分不清 坐哪一趟车 你就看那个时间 因为他那个 比如说刚刚我 跟大家介绍的 那个Google的那个Maps 它上面就会写着是 几点 几点钟发车 那几点钟发车 就是你坐哪一趟车 那个就可以分清了 不然过去的话 先开始不是有什么 普通啊 特快啊 我当时就没搞懂 是什么鬼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就是 你看你看那个时刻表 哪张是哪个时间开 就是就是哪个 你就根据那个 时刻表上的时间 去做就可以了 然后 去到那 不是大家都要买什么 家具用品啊 对 有些同学不是喜欢 就是会在 国内的时候 就准备好 那个什么被子啊 那些的 就不用准备 真的那边买得到的 而且不贵 不像他那个 据说好像是 美国是很贵嘛 我认识的一个妹子 就是他妈 他去美国的时候 他妈就给他 弄上被子 然后床单 然后就准备了好多东西 自己背过去 特别的累 然后 大家我看一下这个哈 我把这个给你们调出来 我又要切换镜头了 今天是平凡的 平凡的切换镜头 走起 这什么鬼 不对 是这样 sorry 这个 我给大家 就是你们去买家具用品的话 可以用 就这一家 Nitori Nitori的话 不管是在东京 大阪 或者其他城市 日本的其他城市的话 都有 而且他的店呢 店比较多 大多数是在这个市中心 他们家的这个东西呢 应该怎么说 物美价廉 除了这一家呢 你们还可以去这个 大创 大创也能买到一些家具 家具用品 比如说那是什么碗啊 快啊 就是不太 不太对质量 要求不太高的同学 就可以去这家 去看一看 这家是百元店吧 然后这家也是百元店 我觉得这家的就是 设计的话 个人感觉比大创的好看 我比较喜欢这一家 我看后面 后头一个就是 你买完家具品这些 买完家具品之后 不是大家有个疑惑 说是那个办电话卡 到底办哪家的好吗 就是刚刚有同学问到 带手机啊 那些的哈 就一般的话 这三家就俗称的 育三家 Docomo Soft Bank 还有这个 AU 他们家的话 就是手机和电话卡 是绑定在一起的 他不单卖手机 就是你只要办他的电话卡 那个套餐 就那个手机就在里头了 就大家用那个什么 iPhone啊那些的 如果是用iPhone 想换新的手机 换iPhone的话 就可以去到日本再换 就换他们三家的 如果是有同学说 哎 我有手机了 我不想 我不想再去那边买手机了 那就可以用那个 格安卡 就格安卡的牌子就特别 特别的多 然后能办下来的话 但是这几个就是回线不一样 所谓的回线就是说 刚刚的那三家 用他们三家的线路 不一样 所以就造成了各种各样的 格安卡的体验 一般办下来 留学生的话 就是用这个 YMobile比较多 然后还有 好像用这个乐天的也比较多 但是我当时 我想的可好了 我说我想去办这个 乐天的格安卡 结果我不是不会日语吗 去到那说 人家你必须找一个会日语的人 我才给你办 不然我不给你办 给我气得半死 然后大家那个 不是应该是有未成年吗 有未成年的话 就是那边规定是 未满二十岁都是未成年 那样的话 你就得找一个满二十岁的人 跟你一起去办 最好是去找 就是有中国人的那种店 去办的话 会比较好办一点 他还可以给你绑套餐啊 那些什么之类的 这个就好 这个就好 这个就好